少子化冲击之下高校陷入困境了 明年一共有四间大学要退场 连带教师职缺会变得更少 而事实上呢 目前国内已经出现所谓的教师无本化 一名兼职老师告诉你 他必须陪好几个学校 跑这些学校才能够赚到足够的终点费 维持生计 然后今天我们会考试 学生做满满在教室里听老师上课 但这样的画面以后可能越来越少见 因为少子化冲击 大学退场消息传出 明年一口气有四间学校将要退场 老实话其实在这个现象 在很多年前就有专家学者提出警告 也没想到说会这么快的 像那个三峰式的这样直接倒下来 所以其实很多老师都措手不起 原本在明道大学上课 黄教授今年七月被强制退休 因为科系直接停招了 而老师的职缺不止变少 还出现Uber化现象 也就是因为没有正职 一名兼职老师要跑好几间学校上课 就像是在跑外送一样 只是送的是帮学生上课的老师 目前我就是在两个学校兼课 那我们也是只能够自己去想办法 找别的兼课的机会 生计上的压力是 我想对所有这样临时离开的老师来讲 都是很有压力的 压力真的好大 现在连维持生计拿到教课名额都很困难 今年已经有台湾首府大学跟中州科技大学确定退场 明年又有四所大学宣布撑不下去了 包括明道大学 环球科大 大同技术学院 东方设计大学 统统都要停办 而其中明道大学 连中国女星赵露丝都来念过 未来这间学校也将消失 最后他们会怕将一会过通一会缩编 所以后来就变得有点像年习快的概念 就会用了大量的所谓的兼认 兼课待课的老师 那当然在这保障上就更不周全了 大学周边店家几乎都挂起招租招牌 学生变少让附近的业者也受到影响 少子化骨牌效应带来的冲击 未来恐怕会越来越明显 记者孙莹 夜宣节台北报导